委員因為剛剛朱立倫在前一場提到說委員是三菱立委 那委員這邊覺得有沒有什麼不公平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講了什麼所以我幫他說了什麼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 他們是零疾案零結案然後最近的評選也沒有過 林柯欣 他有他要講那個 尤建國是六顆星你是林柯欣 蔡英文是要支持 我覺得喔 我覺得周立倫好意思講這個事情 他真的要提這個嗎 他提這個只會再次提醒我們說 當初就是 所有的對手言柯欣委員在立法院 質詢的比例是多少 質詢不到不到一半有質詢 然後甚至預算的提案只有零 就是零三減 那他講出這樣的東西 我這樣講啦 中華國民黨算是台灣現在我們講的最大在野黨 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 你要你就拿出所謂成績來做一些評比 就拿出真實的狀況來做一些來做一些所謂的論述 事實上光是這一次的罷免案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是國民黨的仇恨動員 那這種仇恨動員的動作 根本不是一個稱職的在野 最大政黨應該做的動作 那在這種時候他講這種就是所謂的 其實說實在啦 柏惟在立法院裡面 他又只有他一席 就是激進的立委 當然在所有最後的這種法案通過的狀況裡面 很多時候是跟民進黨這邊做協商 或者是最後是由民進黨的版本來做通過 只是其實他敢不敢講一個事情 國民在立法院到現在為止 他的職情是百分之百耶 委員他就是黨主席朱立倫有說 你是主張大麻合法化 這個有誤解嗎 這個誤解一定很大 沒有啦 平安樹林也不是事實啦 但是你看我們現在 大家在訪問我 卻都是在問其他人的事情 從這一陣子的這個鋪天蓋地的抹黑 看得出來 民眾跟甚至像昨天已經有體育主播 不顧他的這個風險跳出來澄清 那他們這樣子亂槍打鳥的飽和式攻擊 受傷的是誰 受傷的是台灣的民主 跟我們選區的民眾啊 他每天都要試著去辨別 從他們嘴巴裡面酷出來的東西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提案樹林這個就根本不可能是事實 這個用反射神經講 也知道這個不是事實 立法院都可以查嘛 所以我們光曾經這個 我們事情都不用做了 他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瘫痪一個現任立委 在國會的表現 我必須要講 現在這個時期 應該 民進營醫師應該在醫院 為大家服務 來做好防疫 我們陳世凱議員 要繼續替這個地方爭取建設 可是我們卻在這邊回答 他們的謠言 他們的謊言 這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嗎 台灣難道沒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嗎 這一陣子 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 但是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攻擊 甚至是像今天這樣子 大動作的動員來掃街 我想 會有越來越多人 看不下去站出來 但是 我們就因為這樣子的 無差別攻擊 整個能夠推動的是 推動的政治的這個制度 或者是法案 就必須被迫停下腳步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